我们来看古人是怎么样子 是诈病 来看张仲锦曾经用这个方法 他一看到那个人 他睡在那个地方 面对着墙 然后医生来了 他也不惊不叛 他就说 这个病人是诈病 但又不能说白 又不能说白了 就整得怎么样 你这个病必须要针灸 真的要针一百针 爱旧要用大的火力烧 要烧就少多少 然后这个人一听到吓死了 赶紧爬起来 那就并且就算是治好了 我们再看了 药也有药跟食物都是一样 它都有它的一定的相 反正你看在这里 神别举一个 例如药跟在土中 半身以上就上升 半身以下就下降 各位在找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 他开当归常常怎么样 当归还全当归 要不然就开当归头 要不然就开当归尾 有没有 那例如说 我有的时候 我看到人到了香港 到了中国大陆去旅游 就什么 到了一个药房 就买一大堆的当归头回来 我不知道他买了当归头回来干嘛 当归头 不能是病的 当归头 头是指头上的病 是指尾巴的病啊 中间是指中间的病 全身是全身病啊 那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买一大堆当归头回来干什么 就不知道 人生也是一样 人生也人生虚啊 有人生的 人生头啊 人生的这个各个地方 那么用药材来知道用哪些地方 那么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 另外呢还有药物 也有你看 有的时候 这个药物 比如说 独活天马 他们都是怎么样 他们都能够吃风病 为什么能吃风病呢 因为独活 有风不动 无风反药 天马也是 有风不动 无风反药 因此呢 他们这两种不同的草药 虽然说 他们都是对于风 有抵挡的作用 所以他们都能够吃风 另外呢 像这个药 像叶椒 他们能够叶椒 跑线椒味 所以他们都去 心动的长大来 也可以是 让你们睡眠好 所以这就是 就是用这个药物 它都有 它一定的相当 然后我们用它来吃病 另外我们再看 有的时候 我们用各种 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吃病 比如说拿个本草来 读一读 都可能吃了病了 比如这个 有一个人 他得了人面疮 结果呢 这个 他得这个人面疮 他就说 我拿了本草来念 他就一早晃起 甘草 再一直念 一直念念念念 念到被褥的时候 那个人面疮呢 就皱起脸来了 结果呢 用这个被褥 就可以吃人面疮 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多说 就是 告诉你 有这么一个东西 回去查查看 你可以瞧得到的 然后呢 医生又如何去发现 这些病情 像这个刚才 已经讲过的一个故事 另外呢 就是说 像这个病情呢 是带这个铜啊 可以吃骨折 那么有一个人 他因为摔跤了以后 骨折了 骨折 医生呢 就用药物给他涂了 那个药物里头 有什么东西呢 有铜 所以当这个人 死了也很久了 改葬的时候 发生了他这个 斑骨的地方 结骨的地方 里头还有铜墨 在那里 有此可见 铜真的可以治那个病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药 叫做 不然有一个 有一个食物叫做 燕麦 燕麦里头含铜 不是少的 这个铜呢 它可以 结骨 燕麦可以进入 燕麦还可以 还可以补血 为什么 因为燕麦 它里头含有那个铜 那个铜的刺激 刺激造血的鸡呢 由此可见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吃 每一个人只要贫血 医生都叫你吃什么 吃铁剂 其实不特别了 应该是一面铜 吃一个燕麦呢 就反而能够补血了 其他的就不多说 咱们看麻风病也有 也可以治疗 那么麻风病呢 到现在为止 都是一个很困难治疗的 但是以前有一个人呢 他家里面的人 得了麻风病 结果呢 就在山里面 给他盖一个房子 就弄个酒窖 就在那个窖里面住着 结果没想到 他肚子饿了怎么办 肚子饿了喝酒 那个酒里头 那个酒呢 喝完了以后 他病好了 原来那个酒里头 有一条蛇 因为让人有条蛇在里头 所以 勿以剑舌骨 帮助其治好病的缘由 那么再请 另外呢 还有这个治疗 这个 也是一种蛇 蛇胆 什么种类的治疗 另外呢 我还讲一个故事 就是中国古时候的医药 有的时候发展出来 是用什么方法去发展的 有的时候用各种传说 比如这里有一个刘靖 刘靖是神 就是以前的宋国的王 宋国的王叫做刘育 刘育的小字叫济奴 那刘育呢 有一次他打了一条蛇 结果呢 这个蛇被打伤了以后 蛇跑回去了 那么第二天 他在园子里头游玩的时候 经常看到 看到有一些小孩子在那里 在那里找药 在导药 问你们在干什么 他们说 我们的王被刘育所伤 他说刘育 那你们为什么 你们去把刘育给抓来杀掉呢 他们说刘育将来是当王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杀他 结果呢 这个刘育就大声叫一下 把这些小孩子给吓好了 就把那些草药拿回来以后 结果发生到刺刀伤非常有效 因此呢 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就用刘育的小名 叫刘育奴草 那么再下来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方式 例如刚才讲的小金丹 小金丹每天吃一粒 十天之后就不受流行病的干扰了 还有呢 就是用嗅瓶的方式 例如做一个香囊 也可以治疗 这个 也可以让人 不怕病 那么这个香囊 包括了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就有配到身上 那么这个防疫病 那么再来预防痘毒 也有各种方式 那么生物医学方面 也有很多的 今天因为时间太 时间不够了 所以呢 我就讲 就大致上给大家介绍了 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 收藏药物 食物可以不坏 还有农作物 可以窘藏不坏的方法 这些呢 都不需要用什么防腐剂啊 用什么抗生素啊 等等啊 刚才已经在这里谈了很多的环保的问题 假如说 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 中国不是有这么多的好的方法 来调整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 现在的这种不好的方法来 来污染你的环境呢 我这里还像离子怎么样子储存 还有呢 这个经济作物如何 让它变得更香更好 更漂亮 这些我们这里 我觉得只是 因为它有讲义的话 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再来呢 我在还想讲我们中国古时候的 这个计算年的方法 我们19年有7个本年 对不对 那这个在论年的时候呢 很奇怪 葫芳树呢 本来只有12页的 到了论年来呢 就是有13页 那由此可见 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计算方法 跟这个 跟自然界的这个现象 都已经是 完全是这个 这个契合的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 中国古时候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就只能够在古籍里头 这个看到一点点 一点点的小小的东西 我很希望这些东西 能够将来给我们再 再慢慢慢慢地 给叫回来 让我们唤起 古时候的这些记忆 也许这就是 未来科学办的最初衷 就是说 让我们恢复到 以前的好的东西拿出来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 健健康康康的生活都能够到 那么最后呢 我再想 古时候的医学可能就是 像这个报纸上面写的 中医是神管医学 所以中医那么好 因此呢 如果您讲的愿意的话 您也可以来探讨探讨 中国古时候的生物学 中国古时候的医学 他们为什么那么好 那么我今天就是 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 很简单的介绍 不是说我们的最初 而是我把这些东西 观念讲出来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 每一位讲者他的观念 能够打进他们的脑里面 然后让我们能够 检讨现在的生活 是不是难改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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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好奇的地方 那没有关系 大家也可以利用提问 大家怎样可以来读问 就是刚刚吴玉璇也讲的 他用许多真实的事迹 来跟我们讲 古代的其实生物医学 是非常有智慧 也非常发达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失传的精华座谈与答疑 我们先欢迎 我们这一次的主讲人